寡妇为了一口饭出卖了身份 被去世丈夫家里的人知道后遭到暴揍与唾骂 羞愧与委屈同时涌上心头 让女人没了活下去的勇气 最终在女儿面前选择自杀 因母亲的缘故 女孩被父亲家里人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 始终没人愿意抚养 只有叔叔老李心善将其接到家中 十年时间过去 这个叫小林的女孩渐渐长大 而叔叔的家庭却越发贫困 村内纷纷传言老李是被寡妇的女儿所拖累 他们认为寡妇天生自带梅月 即便叔叔不信这话 但他家里始终还有两儿一女需要抚养 无奈之下 只能想办法将小林嫁出去生活 在当时的农村 寡妇的女儿就等同于母亲属于人见人闲的角色 纵使小林生的貌美也无人敢要 好在经过叔叔的多番找旋 终于为其找到了归属 他叫大江 是一名杀猪将 这等职业在当时颇为低贱 只因他们手中沾满了鲜血 被村人骂作杀生的鬼 死后避下地狱 所以大江每次干完火 都会来到一块名为寿魂碑的石头前烧纸上香 只求死在他手中的牲畜们不要给他带来恶语 工作原因导致大江年近四十还未娶妻 得知隔壁村上有一管妇女儿要嫁 同等身份的他也不嫌弃 掏了十块彩礼便有了这桩婚事 由于都是不受待见的身份 两人没有所谓的仪式 作为新娘的小林 甚至还得不行去往大江家里 临行之前 作为叔叔的老李 多少有些不舍 今后 你捧着是别人的换款 有福气 叔叔享用不到 有用苦 叔叔也抄不到心 你懂吗 本来以为到了新的家庭 小林会过上好一点的生活 至少能够满足他的衣食住行 但女孩不知道的是 这桩婚事没能改变他悲惨的人生 反而会将他渐渐拉入地狱 婚礼当晚 大江和好友们正在聚餐 而作为新娘子的小林 只能在卧室静静等候 犯过三巡 等到好友们走完 大江迫不及待地走入卧室 身为杀猪将的他性情暴躁 再加上火气积攒太久 他对待小林如同猛虎遇上了白兔 这段画面太过不堪 害羞的雷哥就不放了 一个小时过去 途中昏迷数次的小林终于醒来 委屈与羞愤涌上心头 疼痛与惶恐夹杂其中 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会被丈夫当作动物一样对待 但看着大江端来的一碗香喷喷的米饭 女人心中的怨气即刻消散 毕竟在那个年代 只要每天有一口吃的 其余什么都可以忍让 小林嫁给杀猪将后 每晚都被对方暴力对待 一到深夜 她的吼声便会传遍村庄 这时一个老寡妇闯入了小林的世界 她叫王婆 是村内最年长的寡妇 得知小林母亲和她身份一样 她似乎对眼前的女人十分同情 老人告知小林 杀猪将大江可不是什么善类 长期被她这样弄 搞不好就会惹上妇女病 随后王婆给小林想了个办法 只要她不想做那件事 就撒谎称自己立嫁来了 小林将这话记在心上 到了深夜 大江和往常一样推倒小林 后者慌乱间说出王婆娇的话 谁知大江不信邪坚持要打扑克 飞嗓之下不慎碰到了血液 原来小林没有骗大江 今晚她是真的来了立嫁 大江见状只能憋住火气 第二天 她照常上班杀猪 没曾想干了几十年的活 到了今天却如同中邪一般 每一刀都完美避开了猪的要害 被老板臭骂一顿的大江 怒气冲冲地来到了村口的一春楼 之前单身的她常常到这里消火 如今小林因立嫁帮不上忙 所以只好到此地发泄 谁知老乡好大红和妻子一样来了假期 扫兴的她走下楼 又约出几位好友完排 结果平时逢赌必赢 今天却一直输 暴脾气的大江 输不起怒骂好友出钱 双方起了争执牛打在一起 其他人看不惯开始围殴大江 后者不吃眼前亏 只好骂骂咧咧地离去 回家路上 大江怎么也想不通 今天为什么会如此倒霉 回忆昨晚的是 迷信的她恍然大悟 将一切怪在触碰到了小林穴的身上 愤怒之下 她回家就将小林打倒在地 并且不顾对方身上的立架强行那啥 到了第二天 可能觉得昨晚太过触隔 大江扔下几枚硬币丢给小林 但她嘴上仍十分强硬 喂 老子今天赢钱了 赏你一点开包钱 纵使满肚子委屈 但有了钱的小林 还是显得十分开心 因为她一直想要自食其力 靠自己双手养活自己 有了这笔钱 相当于有了启动资金 而大江这边 她杀完猪败完石碑准备回家 谁知后面忽然吹来阴风 回头一看 大江杀了半辈子猪 自知杀戮太重 她的心中渐渐有了不好的预感 与此同时 小林在王婆的带领下 渐渐认识了村上其他妇女 当时社会男尊女卑 女人们不敢在丈夫身前多话 便趁空闲时间抱团 倾诉着家庭的点点滴滴 这时的氛围 让尝尽孤独的小林 首次感受到了人情温暖 但好景不长 随着大江日渐加深的怪脾气 小林的日子将会一天比一天难过 而村上女人看似和气的外表下 实则却藏着无比恶毒的心 你们笑什么呢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就住在阿世他们家隔壁 她哪一根毛我不清楚啊 你们啊 也不是没有经过 哪会每一次大声小声的哀哀叫啊 哎 她妈妈做什么 你们也不是不知道 我看啊 她的那妈妈是一路货 吃饱睡足了 当然白天晚上都想要啊 哎 而且什么地方都敢乱来 哎呀 这还不是跟她妈妈学的 食堂正厅都敢要啊 你们看好了 这个女人啊 总有一天 会跟她妈妈同一个下场 俗话说得好 相比于刀枪 有时候人的一张嘴 更是杀人诛心的戾气 小林怎么也想不到 平时在自己面前和蔼可亲的王婆 却是表面一套背地一套 原来这个老寡妇一直暗恋着大江 却又因资格的身份 害怕被村里人说闲话 一直不敢表明意图 出口重伤 小林纯属极度心里在作祟 王婆的话 让村上其他女人也对小林有了敌意 毕竟哪有正经的女人 会在晚上做那种事的时候 声音这么洪亮呢 恶毒的话伤透了小林的心 她本打算给众人带点水果 现在看来只是自作多情罢了 时间来到深夜 喝醉酒的大江怒气冲冲地回到家 和往常一样 她把王硬上弓推倒了小林 最近诸事不顺让她心情异常烦躁 今晚势必要发泄出来 可就在那啥途中 小林却如同死掉的兔子 一声也不吭 这样的反应显然是因为白天众女人的花 小林的态度让大江非常不满 几个耳光伸去仍得不到想要的回馈 见此情形只能临时收枪愤然睡去 小林这样的做法得罪了大江 第二天 小林花了之前大江给的硬币买了一群小鸭子 打算自食其力靠他们赚点闲钱 回到家的大江看到后 火气再次上来 大江当着小林的面将小鸭子们一个个弄死 如此残忍画面将小林吓得花容失色 为了惩罚擅作主张的小林 大江实行了村里男人最爱用的家法 那就是不给妻子饭吃 一天过去 小林已经饿得头昏眼花 家里粮食也皆被大江弄走 无奈之下他来到村口 询问当地人是否可以给他点活干 回报只需一口饭就行 有个老人听后想帮小林 结果却被妻子挖到屋内 走了半天也没找到活干的小林 终于坚持不住昏了过去 好在他的邻居小张及时发现 将其救回家中 在小伙的照看下小林终于醒来 这是听闻消息的大江气冲冲闯入屋内 他二话不说将小张一顿暴揍 显然是认为对方对自己老婆起了歪心思 小张躲闪至于告知大江小林发了高烧 碍于对方曾救过自己的母亲 小张没有还手只是吼道 既然小林想找工作赚钱吃饭 大江一路之下索性就顺他的意 之后将妻子带到了杀猪场 并让对方看着自己杀猪 血腥画面让小林不敢直视 大江不肯罢休 扯出猪肚子里的一堆内脏让小林去洗 见女人不肯 更是直接将内脏扔在对方身上 小林被吓得晕厥 随后大江当着村里人的面将妻子拖回了家 此事引得村里人纷纷讨论 并再一次将矛头指向了小林 等回到家里 大江对着昏迷的小林再次做了那啥 深夜里 小林被饥饿感唤醒 回想起母亲当年惨死的画面 这不就和自己现在的处境一样了 脑海浮现大江平日里的暴行 还有村上妇女们的风言风语 不肯像母亲一样屈服的小林看向了大江的杀猪刀 她缓缓拾起刀具做出了惊人之举 在干掉大江后 小林没有选择逃跑 而是做了一碗米饭默默吃着 此时的她已经心如死灰 这段饭全当作断头餐了 第二天 警方将小林逮捕送往法场 她因杀人最即将被枪毙示众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你觉得小林的死由谁造成 欢迎发在评论区一起讨论 在去往刑场的路上 小林看到了她的叔叔和叔母 两个老人的表情颇有异味 他们可能是在替小林惋惜 可能是后悔当初将其嫁给杀猪将 抑或是和其他人一样 认为小林就是天生的祸害 然而就算小林到了这种地步 村上女人们的嘴巴仍然没有闲着 这林氏啊 我早料到她会有这种下场的 从她嫁来的第一天开始 这早也要 晚也要 不管早晚挨挨叫 而且 你们想想看 她妈妈是怎么死的 真的啊 哎呦 这母女权犯在这桩事上啊 哎呀 真是命中注定 我也守寡守了二十多年了 我要是不知道守的话 我也可以怪风水 可以到处偷人 你们说对不对啊 嗯 是啊 真是冤孽